为了宣扬台湾文化之美 蓝阳一学结合了汉权饭店管理公司 举办了台湾文化巡礼活动 首场在宜兰启航 3月31号将在罗东文化工厂举行 之后会到台中、高雄、台北跟花东来巡回演出 希望把宗教文化、地方文化跟族群文化传递出去 让更多人看见 这个宗教文化、地方文化、族群文化 三大文化就有教学成果 特别是这次三大牌楼 这三大牌楼第一个牌楼是 妈祖、媚洲岛特别飘洋过海的圣像 大概有十台尺宽 要跟大家结言 第二个部分是蓝阳圣意 世界之窗 特别是龟蛇、孤雀、北海靠 黄金慢慢到 是我们宜兰的特性 这次也认识到我们这个 玄天上帝、镇守宜兰的故事 第三个是我们官圣帝君 我们由县长、立委以及中央长官 附送三十几公斤的青龙眼泪刀要进场 巡回台湾演出 从宜兰出发 随着我们在台中、高雄、台北、花东各有一场 所以这个演出就是皇校紫红车的概念 紫红车是用小朋友绕台湾 南洋医学即将带领着老年团队 我们把老年的故事 诉说给台湾的所有我们的乡亲来知道 台湾文化巡礼宜兰启航将邀请46个单位 335位表演人员 演出多达13项的表演 舞蹈跟歌唱都有 表演者从5岁到102岁都有 透过活动宣传让大家抢先欣赏 我们现场有46个团队演出 我们做交流演出 最高龄102岁 最小的5岁 再来我们用餐厅秀的方式来表演金钟歌曲 用低高龄早期的餐厅秀的表演 我们把23首金钟歌曲做一一的呈现 另外我们现场还有议诊 议检 给大家一起来参与 有酸痛的 有需要按摩推拿的都可以到现场来 我们的议检上一次我们的成果非常好 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 台湾文化巡礼活动 除了有精彩演出外 现场也安排了园游会 超过二三十个摊位 推广伊兰优质的农特产品 让大家品尝在地美食 欢迎大家共享盛举 伊兰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报导